你们可以想象吗 我现在正在玩的这样一款 毫无卡顿的赛车游戏 只需要这样的一个显示屏 可这样只有一个卡片大小的接收器就可以了 它不需要主机 这就是云电脑带来的一个全新的体验 个人电脑不再需要配备大型的主机 而是在云上将所有的硬盘 CPU跟内存都集中在一起 再通过一个软件和接收器 需要多少算力就给用户分配多少 相当于每个人在云端 都可能拥有一台超级大的计算机 而过去需要安装在不同操作系统的软件 也可以在新发布的 如影零电脑一体机上兼容 用户可以从一个桌面上集点即用 大型的工业软件最高能使用1024核的CPU 也是无影的第一台设计师 云端的超级大计算机 云端的超级大计算机当然需要硬核科技的支持 ARM架架构的通用CPU芯片 让云上的超级算力更加流畅 未来云计算可能会逐渐成为IT的核心 而不仅仅是它的组成部分 云不仅是IT它自己的一个核心 它也是以后整个数据经济的一个核心的基础 所以都会想云端确影欠影 人类对这个技术这个应用它从简单的贴代 对吧 变成一个深层次来改造 改造我们的生活的方方面面